就在这儿停吧 我就在这儿下车 怎么了 我怕影响不好 你之前又不是没坐过的车 那会儿不一样 那会儿我们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那现在就不纯粹了吗 现在我们还是避避闲吧 这有什么的呀 那就大大方方地承认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的恋爱关系 可是我觉得 现在还是不太方便公开 为什么呀 心里应该不支持办公室联情吧 有这个规定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这种反人性的规定 我今天就要人事部给它删了 鼓励大家 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内部消化婚恋问题 其实我最担心的 不是这个 你想啊 凭借我的努力 要想完成去体育事业部的目标 也不需要用很久 其实这也就是一件 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如果让大家提前知道了我们的关系 那这个故事编起来可就没边了 嘴巴长在别人身上 但是人事权握在我的手里 这就是问题 越是跟你有私人的关系 我就越是要凭借自己的实力 想不到我的周天还是个事业性女孩啊 好 我支持 反正马上也就到了季度的绩效考核了 如果你能完成业绩的指标 那我就自然风风光光地送你过去 怎么说的跟嫁女儿似的 不过啊 就算我转进了体育部 我还是没有办法逃过你的魔障 魔障 那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魔障 那就要看看 你能不能追得上我这个长跑冠军 一会儿见 你好 早 好 你好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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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了 季总早 怎么样 我从地下停车场到电梯的速度 不属于某个长跑冠军吧 你们都不上去啊 上 那 你们都不坐电梯 坐 那进来啊 那一会儿呢 你呢 你们先上去吧 电梯坐不下了 嗯 你看 大家现在都不敢跟我们一起乘电梯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要对你约法三章 一 在公司不能谈情说爱 二 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关系 三 公事公办 不能循私 行 我答应你 一切都听你的 要是做不到就红牌罚你下场 出了电梯之后 我们就是工作关系各走各的 那我们现在 还是情侣关系呢 怎么办 嗯 哎 这么巧啊 电梯有点满 让我们坐下一趟吧 嗯 不不不 不满不满 大家都进来吧 嗯 都进来吧 嗯 起床 来 有氧运动能够很好的 提高心肺功能 跑步的时候 两片飞椰也能得到 很好的锻炼 身体重心向前移 双肘贴于腰界 我先进的时候 每分钟大约是一百七 到一百八十步 天儿 你在哪儿呢 我在跟季晨一块儿跑步呢 我前两天怎么听这个 小浩说 都说小陈住院了 他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你说这年轻轻的 怎么怎么得了心脏病了啊 这心脏病还会遗传吗 是不是还会传给下一代啊 丑死我了 别说他身体不好啊 你是不是还得花时间去陪他呀 去照顾他呀 好着呢 就是前段时间 有点劳累过度了 真的 他真的没事了 你可别骗爸妈啊 真的 不信你们自己看 小浅跑得还挺快的 小浅跑得还挺快的 行 我看见他呀 没事了 我们就放心了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立成 等等我 视频已经关了 别装了 来 不学了 我跑不动了 休一会儿吧 再跑一会儿吧 你这才跑了多久呀 我跑不动 这个啊 你看看你 跑步跑不动 骑车也学不会 我是不会骑车呀 不是啊 但我不是还有你吗 季晨 你能不能使点劲啊 加油 你身体也痒好了 赶回家了 我不想回去 这是我家 你赖着干什么 你是我女朋友 我是跟你谈恋爱 又不是跟你结婚 赶紧回家 回到你的大别墅去 走 乖 乖 回家 走 那好吧 怎么了 这边要一下 这边要一下 又怎么了 你送我 可是别人都是男生 送女生了 我可以把你再送回来 行就行 那我送你 我送你到门口 我送你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你怎么不上去啊 我在这儿看你走 我在这儿看你走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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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先走 我不 我也不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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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你说了你先走 我想看你上去 小偶子 这么难舍难分的 今儿晚上就住到这儿得了 那我走了 你先走 想念 你太好了 小天天 不要只吃泡面这些方便食品 晚上饿的时候喝一杯酸奶 利于肠道如动 这是你最爱听的音乐 希望你夜夜都有好梦 每天都有爱 亲爱的 谢谢你的美食和音乐 有你的每一天 我都很有爱 早点休息 晚安好梦 五 好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